张又轩 张又轩 那个念又对不对 蔡碧红 黄宜家 黄家琪 郭真文 陈冠宇 吴定家 许桓安 游应清 陈宜安 柯祖灵 那个念桓对不对 桓安的桓 横啊 抱歉 我以为真桓赚的那个桓 喝恩恒 游西灵 念西 精啊 心脏的心 念心啊 OK 流心灵 西一恩心 红香如 土玉英 吴玉方 那个念义是吧 方玉璞 那个念玉是吧 玉璞 周子云 汪宜 汪宜 亭 亭吗 汪宜亭 蔡孟新 柯亦贤 柯亦贤 张浩 蔡嘉珍 何永珍 周湘 王佩珍 侯玉芳 张浩 葛嘉宁 葛嘉宁 洪嘉 洪嘉英 那个念英 洪嘉英 刘延宁 王伯亚 吴永涵 吴永和 吴永和 欧廷佑 张浩 张浩成 张浩成 好 詹嘉宁 王昌如 陈书涵 吴偉豪 阮氏林芝 许伯涵 许伯涵 蔡新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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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善策 林嘉荣 林嘉荣 姚元伟 欧俊良 黄云 王湘 王香淇 谢佩颖 汤宜真 周柔君 OK 这个上面50个名单都有了 昨天 我有寄一个email给大家 开学前 我把今天的课程大纲 课纲上到了网大 没有收到我的email的请举手 有没有 OK都收到了 因为上午还有两三个同学说没有收到 如果没有收到我的email就要小心了 表示学校留下来的email跟各位同学 收信的习惯的email是不一样的 既然都收到了 有上网去看的请举手 手放下来 不错 还有很多同学 日后我们可能就用这种模式 所有的教材都会PO到网大上去 那同学就要到网大上去 先把它download下来浏览看看 至于要不要印出来可能也未必 因为材料会很多 今天第一天叫课程简介 所以时间预计是90分钟 从现在开始到三点半为止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中间不休息 那同学如果有想要上洗手间的 请安静的自行的去上 然后再回来 那四点半之后啊 管理学院会有一个叫做什么中文测试 我以前没碰过 现在开始要实施的 那个还要算好像记录 如果测试成绩不好的 还要额外上课 所以同学可能还要再留一下 留到四点半的时候 那个管理学院会派一个助理 他会发给大家一些中文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内容怎么样也不清楚 所以请同学不要忘记了 那因此 想要上洗手间的同学 真的就自行安静的 OK 这样看得到吧 今天的简介 就是要把这一学期要上课的游戏规则 把它做一个说明 那日后我们这个学期 全部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进行 那有发生任何争论的话 先以白纸黑字为准的 这个游戏规则为基础 不尽量对不对 我们学长在这边 基本上应该很清楚 OK 那这个课程叫做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三个学分 每个星期一 乙班是在下午 甲班是在上午 上课的老师是我 目前的助教还在等待中间 因为研究所的学生 刚刚从日本游学参访回来 所以应该要过两三天吧 那我预计是有两位左右的助教 来做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助教 他不只是来做我这个课的助教 也帮忙肩上管快实习 等一下再会介绍 那积分的方式 所以一开始就把同学最重视的积分的方式 把它说明白 这个学期总共要考三次试 考试的方式经历了二十几年的经验累积 从最早期的一学期要考八次 到六次 后来到四次 最近大概在 最近这五年又改成了三次 而有一次变成了一个 第四次变成了一个送分的一个项目 这样的话同学可能就比较清楚一点 所谓的三次考试最高分的那一次 占全数的百分之四十 那其次占百分之三十 占百分之二十 大家知道不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而是以分数的高低 这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一次考差的 那一次只占百分之二十 所以呢还好 那努力拼过一次考了一个九十分 乘上百分之四十九十三十六分 那剩下及格的距离就不远了 所以只要拼一次成绩好的 一次普通的 一次差的都还可以 按照经验法的都还可以及格 因为还有一个最后一次的听讲 我们会有一次的专题演讲 专题演讲会请学长姐 就是来描述什么东西呢 描述管理会计在实务上的运用 那这些学长姐本身工作 就是要运用管快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安排 以前都是考 演变到后来变成考四次次 这四次是维持了至少有十年之久 也是四三二一 那同学会开始抱怨 说学管快干嘛 学了半天好像跟我们现在所感觉到的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会觉得好像学的没有意义 那我就想说那这样好了 我就请一个学长姐来做一个专题演讲 让同学可以了解到说管理会计在实务界里面是怎么运用的 那这第一次办的演讲博射好评就干脆把它变成一个评分标准的一项 这一项里面演讲那一天同学务必要到 演讲完了以后一个礼拜内写一个一页A4一页左右的演讲心得报告 只要有来听演讲有写一个报告而且没有表现太离谱 比方说在演讲的时候大吵大闹或者说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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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途冲突去补回来等等 这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基本上就是那一次演讲就是至少80分 换算10%就是8分 算起来某种程度不无小补 那这样的话这个有了实施4次的这样子的制度之后啊 发现了管理会计被当的这个学生人数大幅的降低了 因为有一个至少一个缓冲补救 OK4 3 2 1 那上课的教室在0052 今天教室谁开门的 谁 哪位同学请举手 还是门本来就开了 门本来就开了 第一个来的同学是哪一位 那门就开了是不是 好那请问班代表是哪一位 我们已班的班代表 那你就负责这个学期整学期的 没有我是说他负责没有叫他开门 要清楚我们都是学管理的管理人 你负责这个整学期的 在两点钟上课 两点十分上课 你两年以前就请 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指派谁 把这个门打开灯打开 冷气调到适当 电脑打开来 都到了可以代用的状态 OK 好同学都听到了 可以坐正了 如果哪一次没有的话 扣你十分 你的领导力嘛 对不对 扣分也许是开玩笑 不过可以考验你啊 这个班上带同学的这个能力啊 OK 跟着我们来看啊 修课须知 我们管理会计 它是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管理 一个叫会计 但是我这边也明显的讲了 我这堂课里面 不需要用到会计借贷法则 也不需要用到会计分路 那为什么还要叫管理会计啊 会计学修过了吧 会计学修过 你的会计学修得好不好 还可以啊 还可以的意思是什么 考几分 A- A- A-不错了嘛 A-应该有80分到90分了嘛 对不对 那不错啊 难不难会计学 要念 要念啊 用到很高深的数学吗 用到了哪一些 就是要想很多东西 要记很多东西 用到哪些数学 加减法 乘除不要 高级 微分 积分 没有 OK 各位同学请记住 会计学 它只用了四个方法为主 就是加减乘除 偶尔的会加上一些 所谓的统计学 对不对 统计学 早期我们学的时候 还要指数函数 还要会 一些简单的 微分积分也要会 但是大概都没有了 大概就是加减乘除 加减乘除难吗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 加减乘除 幼稚园 对不对 印象里面好像幼稚园嘛 所以说这个不会困难的 但是为什么 感觉上学会计学 好像有点困难 它困难的 不是那个加减乘除 它困难的是 后面的那一个 管理的那个概念 我们其实就是利用 所谓的一种作业流程的概念 把所有的交易行为 利用简单的借贷法则 汇总成一个会计的系统 然后变成报表而已 困难的是那个 后面运作的那些 企业的作业流程 那个是复杂的 把那些搞懂了 其实就不困难了 那我们在这个管理会计里面 更不需要用到借贷法则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感觉上应该更容易 也没错 那为什么又叫做管理会计 因为会计 它虽然说是 要用借贷法则做账 它处理的一样 最重要的东西 会计处理的都是钱 那在管理会计里面 基本上就是希望教学生 怎么利用数字 来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之用 甚至进到所谓的策略的制定 但是数字里面 又以钱这个数字最重要 而钱这个数字在企业里面 都跟会计有关 所以我们既然要用到 最重要的数字 钱来作为管理之用 因此我们这个课程名称 就叫做管理会计 我们大量的运用 会计系统之下 所牵扯到的那些金钱 来进行管理之用 当然不是只有钱而已 还有其他的 非财务的其他的资讯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注意事项里面 就是希望同学 会计你考不好的 没有关系 管理会计应该是 重新开始 他跟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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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个 那个 会计无关 可以从这边重新开始 但是 要有一个 准备 就是要对数字开始培养 兴趣 甚至最后热爱数字 作为一个管理人 既然都是气管系的 气管人 不要忘记了 数字会跟随你一辈子 那上课的教材里面 我这边有一本教科书 这个教科书 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Garrison 是这个教科书的第一作者 Garrison是 美国在 会计学术界里面 一个很有名的 大佬级的一个教授 他跟另外两个人 和写了这本书 这个你们的学长姐 到去年为止 用的都还是 第12版的翻译 因为 你可以看到这本书里面 是2012年的原著 Garrison Noran Braille 这个书名 是在2012年 美国那边出来的 第14版 台湾很快 2013年就翻译版出来了 所以今年是2013年 我们就用这个最新的 那这个版 我也看了 跟前面的版 会有一些不同 那同学早期都很多 都是跟学长姐接收 而一带了下来 刚好到你们这边开始 重新开始 这个 欧俊梁 可能要重新准备 一本14版的了 这个 这个 教科书是配合我的教材 那 这个课程里面 我每一个章节都会有一个字编教材 那也不需要 但是请同学不要忘记 不要去 只去看老师这种教材 因为这是免费的 希望省一点钱 就不要买那本书了 那我觉得 是不够的 因为教材啊 基本上是用PPT档 那一页描述的字啊 不会太多 重点都摆在那个章节的观念 方法 结构等等 那中间呢 没有太多的 所谓的文字叙述 除了立体 解说以外 那如果要了解一个 一个学科里面的内容 应该是要一本完整的一个叙述的一本书 基本的教科书 有的时候一本都还不够呢 所以我是强烈的推荐啊 至少有这一本啊 你可以从头到尾浏览 而且我相信 你毕业以后 搞不好 这本书啊 还可以跟随你好几年 当你工作的过程里面发现 哦 不太清楚这个项目 回过头来这本书抓出来 还是可以再看 但是也不要认为说 我离开了这个课程之后 我一辈子不要再碰到它了 恨死它了 有这种想法在学章节太多了 偏偏越是这种想法的 跟它一辈子还结缘的更多 离开了学校 到了这个 就有一个学长 这个好几年以前呢 他这个 在管理会计 被我当了两次 勉强最后过了以后 那是十几年前 那时候是当人当人凶的 现在年纪大了就算了 这个 结果他这个 毕业了 差不多七八年后 有一次跑来找我 他说老师我有个问题 我有个问题 一看是管快的 他说我到了中钢子公司工作 现在的工作就是管理会计师 当年被当过两次的 后来做管理会计师 一辈子跟管理会计牵扯不清 所以我说这本书通常是需要的 它可以搭配我的教材 那教材里面呢 基本上也都会配合的这本书 所以你可以看到教材里面 跟Garriason的书有对应的 都会有个括号 GNB第几页 就是说你可以对照 可是我的教材也不会从那个教科书里面呢 去给它揭许下来 基本上如果我的教材是教科书里面的 把它弄下来的 那我干脆就直接用这个原版的教科书的 给的PPT就好了 我希望的是给同学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角度 一个是我课程上的角度 一个是这本书 这本书上的角度 针对同样一件事情 有两个不同的角度去描述 同学只要把它搞清楚了 这个自然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掉 这是我自编教材跟书搭配的原因 另外也不需要把教材印出来 我看很多同学印了 那真的很浪费 整个学习的课程读下来 那个要印出来的纸张啊 大概七八百页 现在稍微收敛了 以前还有一千多页啊 这个浪费那么多钱干嘛 那可以买好几本书了 教材登录在你的电脑 一辈子都不会掉 不需要再印了 那印了一页也要一块钱什么之类的 OK 好大概是这样子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 请同学也要立刻发问啊 那课程的安排里面啊 今天是简介 完了之后就会有概论啊 一般报表的简单介绍 然后跟着就是成本的观念 以及如何去做成本计算的一些基本认知 跟它的管理制度 再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到应用规划分析的领域 我们这时候会介绍变动成本的概念 会介绍CVP 成本数量利润分析的概念跟整理论规划的概念 然后跟着下来会有中短期决策跟定价决策 那最后会讲到控制 包括责任会计 包括整合工具等等 那这个部分啊 标准成本与差异分析的这个意涵啊 时间如果不够就不会去讲它 因为它比较偏重于成本会计 这个地方就讲到了管理会计成本会计 那这两个到底一不一样 我们会在第一章里面就会把它说明白 那实际上课的时程安排里面 今天9月16号开始上课 那实习课第一次上课是在10月2号 就是第三个礼拜 就是前两个礼拜都不上 因为如果我一课都还没上 实际课其实那些助教也不知道要教什么 同学会问啊 实习课在做什么 我们在会计学的时候 我们会计学的实习课 叫做会计实习是必选 就是每一个同学都必须要去上 那是大家是大一的学生 从高中刚刚进来大学 搞不清楚什么东西 会计又可能会很复杂 所以用必选的方式 有点像必学生 那到了大三的管理会计的时候 这个实习课的用途 跟会计实习的用途是一样的 也是要教同学如何去熟悉解题的方式跟技巧 在那边做习题的演练 但是已经不是用必修课 是用选修课 目前看起来大概有20位左右的同学选 如果你认为 这个必须要有一个礼拜 必须要有一个助教来带着练习一项 是好的话 又没有去选的话 不妨可以去选 因为10月2号才正式上课 那这个课程内容的安排 就会由第一次上课的助教 来跟各位同学来做说明 不过他会跟我密切的配合 因为我都要了解他们要上什么 那课程的安排里面就全部按照这个形式例来了 这个形式例请注意 先讲实习课的教室是在2025 礼拜三的中午12点到1点半 课程上排的是12点到2点 也希望助教跟同学安排一下 就至少还留半个小时休息 因为很多同学2点要上别的课 所以通常大概就会是12点开 12点10分开始到1点半左右结束 那这个形式例里面 今天9月16号开始 左边这边是我正课的时间 右边是助教的实习课的时间 都不重要 重要是第一个 10月23号礼拜三第一次考试 12月4号礼拜三第二次考试 这不是2012 2014年1月8号第三次考试 这三次考试的时间 赶快把它记下来 千万不要忽略掉 都在礼拜三下午4点到6点 这也是经过长期的发展 慢慢摸索出来的 早期的时候有两个班级 我以前最早上课的时候 有三个班 甲班乙班 还有夜间部 也跟各位同学一模一样 大学毕业考 高中毕业考试考成绩差的 进到了夜间部 所以有甲班乙班 还有夜间部 那时候是考试 那有三个班在上课 出三份考卷 那平均下来 哪一班考的最差的 不怪自己考 啥是怪考卷特别难 比人家两班都困难 后来变成两班了 一样有这个问题 好吧 那就干脆一起考试 就没问题了 所以我们都会选 礼拜三下午4点到6点 因为 礼拜三下午4点到6点 全校不准任何老师排课 所以刚好我可以利用这些插缝 继续考三次次 这个为什么不准排课 因为叫做导师时间 我只考三次了 而且最后一次已经快放假了 所以也没有影响到同学权益 否则实在找不出一个时段 让同学都可以没有话讲来考试的 所以这个定下来到现在 也大概用了 也进行了十年左右了 都没有什么任何问题 再讲一次 10月23号第一次 12月4号第二次 2014年1月8号第三次 那中间还有一个要注意到的 11月11号 我们本来是要上课的 可是为了纪念国父诞成 停课一次 这也我从一来中山 我就把11月12号 国父诞成纪念日 那个礼拜 定为所谓的孝庆纪念日 可是在中山前十年 我来的中山 我来的现在23年了 前十年的时候 11月那个10号左右 庆祝国父诞成 是非常热闹的 从礼拜天忙到礼拜天 整整的七八天 都在做各种的活动 真的是全校停课 现在我们这种 尊敬先人的想法 是越来越薄弱了 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了 只有校庆的运动会 而且运动会排在礼拜六 礼拜天真不人道 所以我11月12号 是国父诞成 所以我这个礼拜 在这一个礼拜 我一向都还是坚持 他是必须要庆祝 中山大学的学生 居然在国父生日那天 还在上课 那像什么样子 所以同学请记住 11月11号都是停课一次 也没有影响学生的权益 学校规定 至少要上18次课 这个18次课也包含了考试 可以看看我的序号 1号我这个学期 完全玩的是19次上课 包括三次考试 所以我并没有耽误 我中间休息一次 没有耽误 还多了一次 那另外还有一个 可能要跟同学谈的 就是12月7号 这是礼拜六 上午会有个专题演讲 我也希望两班一起来听 专题演讲 会去海西 接那个200个人的大教室 来听 但是我现在会怕 因为以前碰到这种现象 请专题演讲 必须要人家在业界的 有时间搭配 时间也定出来了 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人 如果他说有点困难 但是我出了一个公函 他礼拜一可以来演讲的话 那我们就要变成 12月9号 上下 上下 就是上午上课下午上课 就是他变成同样的讲两次 那就没话讲了 就变成那个同学上午讲一次 他下午再辛苦的讲一次 我现在还没有找到 如果找到时间搭配 你可以的话 我们就12月4号 听一次演讲 如果不行的话 就要浪费我上课的一次时间 来讲这个演讲 那我会把其他的进度 做适当的调整 目前大概是这样子 跟着下来做个总结 这个学期的三次考试的时间 那这个日期可能打错了 是2013跟2014 那下面的形式率 也请同学注意一下 有些同学都知道 可是我还是帮你们整理 红色这两个最重要 9月23到9月26号是加退选 如果上短快上了两三次 觉得不熟悉不喜欢 就把它退选好了 退选了以后再说 可是请不要忘记 气管系的学生 只要上管理会计 他是必修课 你第一次要上的话 还是要来上我的课 第一次来上的话 那你退选的话 当做没有选 还是要来上我的课 就是你下一次要再修 你说好像踩管系比较有趣 那老师比较会讲 你很抱歉 还是必须先上我的 除非怎么 除非你可以熬到 12月9号到12月23号 这时候你用气选 听说气选之后啊 因为你几乎也快上完了 所以好像就下一次 要再重修的时候 你可以选外系的了 这是我听 我不晓得准不准确啊 我也不敢打包票 同学自行了解一下 就是有两次机会 一次是9月23到9月26 这个叫加退选 如果退选来不及 上了这一船 一路拼下去 还有一次机会 叫做气选 这两个好像真的有点不太一样 一个是在课程修课记录上 没有留记录 一个是会有留下记录 同学自行的参考 那这边也有期中考 期末考 那我们基本上这门课呢 跟期中考期末考不冲突到 尽量隔开来 所以也不会影响到同学 特别是我的最后一次考试 是在1月8号 考完了以后 同学可以全力在1月13到19号的期末考 去充斥别的科目 很人性化吧 对不对 OK 跟着看参考书 学管理会计啊 既然它是管理为重 当然学管理啊 有的时候想想啊 像我自己啊 学这个管理啊 三四十年啊 而且回到学校 来到台湾 回到台湾 来到中山啊 一路下来 基本上 这个在企业界里面 做企业的顾问啊 做诊断啊 做分析啊 去企业 替他们做厂训啊 就是工厂训练啊 等等啊 不是美举 这个实在是 应该算是 蛮有经验的 但是 有的时候私底下想 这个还是博大精深 把管理学好 真的是一辈子的事 那因此啊 管理会计里面 除了教科书以外 还有一些原文书以外 还有一系列的 推荐的参考书 请同学 在推荐的参考书里面啊 也要多方的涉猎 都跟管理有关 那推荐的第一本书啊 这个红色的 叫做道胜和夫啊 道胜和夫听说 好像你们有 不知道哪一门客里面 有做过个案 没听过道胜和夫的 请举手 没听过这个名字的 全班 都听过了 还是有人 不多吧 大家都听过 这位同学不好意思 因为刚好做第一个 今天名单还没有做出来 道胜和夫是干嘛的 你没听过 刚刚没举手 这样子 你是这样子 我看你没有 你手是这样子 不好意思举太高 听过了没有 也没听过 听过了没有 听过了 好 请跟同学讲 他是什么人 他做会计的 OK 那你听过没有 听过没有 道胜和夫 他是什么 这是管理界的大师 管理界的大师 OK 日本人嘛 对不对 中国人没姓道嘛 对不对 我们没有人姓道 是道胜和夫 是日本人 这个人 是不是学会计的 这本书 也不厚 薄薄 那么薄一本 多可爱 对不对 当作睡前床头小说 保证三两个礼拜 就全部看完了 每天瞄个几页几页 哇不得了 看到入圣的时候睡不着 看到箍照很快就睡 反正 不管怎么样 两个礼拜看完了 收获一定很多 为什么 因为道胜和夫这本书 是他自己写的 他叫做 《道胜和夫的实学》 这边有一个书套 这个书套上面写了 不懂会计 就没资格谈经营 我们这种学会计 看到有大企业家这样写 兴奋到不可以 总算遇到知心了 更可怕的就是 他不是学会计的 这个人现在已经80岁了 他基本上是理工科背景的 他真正成名在什么时候 在2000年 我们日本早期 在30年前的时候 日本的精英之神叫做 松下心之柱 National是他创建的 松下心之柱 那这个 他松下心之柱 过世之后 一直在找寻新的领导者 很难找到 一直后来到他为止 所以他现在变成了 日本的精英之神 那他的精英之神 表现在第一个 他自己的工作 他把他自己的企业 做得很好很大 第二个就是 他在电信产业 产生大变化的时候 就是独占的 日本也是独占的 早期跟中华电信一样 独占的电信事业里面 开放的时候 他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也进到这个市场 同时又做到了最好 这两件事情 还不见得奠基 他的精英之神 最厉害的就是 2000年的时候 他已经70几岁了 这一个日本的 日本航空公司倒闭了 一个国家的民意 所经营的航空公司 倒闭的是很丢脸的一件事 寻找了非常多的人 要接手来帮忙整顿 没有一个企业家 愿意或敢接手 最后找到他 他说勉为其难 2000年倒闭 找他来经营接手 2001年 他做出了一份成绩单 还给了日本政府 工程升退 2001年 一年的时间 让这家倒闭的公司 重新站起来 获益100亿日元 就是一年的时间 当然了 这是一个神话吗 也许不是 我个人觉得 本来日本人就很厉害 只是啊 那个公司长期下来啊 可能领导不对啊 还是什么的 所以这个道圣和服 去领导日本航空 他又不懂航空 他自己也写过 这一段的经历 他一进去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把公司 全部的同仁召集来 精神讲话 这个要是我会这样做 跟着下来呢 他请所有的航空公司里面的 开飞机的 这个飞机驾驶 在航空公司飞机驾驶地位很高 他不开公司就夸 所以飞机驾驶跟什么 跟什么 那个空中小姐 空中少爷 空中什么一大堆的那些 管空中小姐 那些人都是帅哥美女型的 都是非常的骄傲的 叫他们分批的来受训 受训什么 每一个人发一个哨把一个本机 你开始给我学扫地 如果你觉得扫地是一个侮辱 我马上把你开除掉 反正公司快倒闭了 大家也人人自为 有些人考试准备开始 另谋高就了 那就利用你愿不愿意 认真的开始扫地 这个态度来决定你要不要留下来 很容易的就干掉一堆人 重新开始 为什么 因为那个企业文化已经快要完蛋 连扫地都不愿意做 你怎么会去对付你的客人 非常诚恳 所以这个很有趣的 道正和夫这个 不懂会计就没有经营 资格谈经营 是他一个简单的创业过程的经历 跟他那个创业过程经历中间的最痛 他把它写出来的 这个人 在二字事业大战结束之后 大学毕业 是路尔岛人 日本的地理结构 路尔岛是最下面的一个岛 这个岛是比较偏远地区 那他的毕业的大学就是路尔岛大学 他在书里面写了 路尔岛大学在日本的大学排名 这个跟台湾蛮类似的 有这个排名 大概是属于三流学校 那他毕业之后呢 二字事业大战完的这个经济状况很糟糕 所以他就到东京去找工作 到了东京因为学历不高 不好 因为只是一个偏远地区的 不知名的三流大学毕业的 所以勉强找到一家小企业 进到这个小企业 他拼命地做研究 他是理工科的研究人员 化学材料这一方面的 那做研究做得很认真 通常没日没夜 可是再研究 再认真也没用 这家公司经营不善 没多久倒闭了 倒闭之后啊 很多同仁啊 他的同事看到这个年轻人啊 很认真 在这个研究室里面啊 可以不睡觉就解决困难的问题 那种拼劲 再加上他好像对人也很好 所以大家就鼓吹他 既然倒闭了 那要不要我们一起 再来成立一家公司 你来做老板 我们听从你的指导 他就这样子 勉强被架上了 这个 经营者的这个位置上面 成立了一个小公司 这个公司就后来的 京都陶瓷 在全日本前一百大 上市规公司里面 做得相当的成功 这个京都陶瓷 他这个陶瓷刚开始做结缘体 电器啊 电器啊 外面的一层薄薄的陶片 从这边做到了高科技的太空行业里面去了 这是他的背景 那他刚开始在经营这个企业 因为被拱出来做老板嘛 那除了做研究发展之后 还要注意生产 还要注意产品的品质 他觉得了 他需要的东西啊 会计经理给他的 他都看不懂 那跟会计经理讨论的时候 会计经理还骂他 凶他说 你这个不懂会计 你懂什么 你讲的东西啊 会计不允许的 我们学会计就是要这样做 被呛呛完了 他就摸的鼻子就回去了 人家会计是专业 可是几次下来越来越不甘心 干脆自己来研究 为什么我这样子做不行 他那样做可以 可他做了我又看不懂 他从这个角度摸索出来发现 那个会计经理根本就是骗人的 他自己呢 只会死守的那些简单的原则 不敢变通 那我在做管理里面 我明明需要成本 你告诉我的成本 最后是骗人的 我的成本自然是真的 拿这个开始跟 这个道士和夫跟会计经理争 争取啊 争吵 吵了半天会计理才发现 哦你这个方法也可以 他这一段 这整本书 就是写他那一段创业时间 他虽然在研究越做越好 生产越来越好 就是那个账一直搞不清楚 成本一直抓不到 绩效一直弄不清楚的时候 他自己摸索 摸出来了一套 摸出来一套以后呢 又去教育那个会计经理 让教育会计经理也恍然大悟 接受他 所以他从这个地方 一路的成功 做到最后的 所谓的大企业的这个成长 所以这本书值得给各位同学推荐 也不一样 那也许哦 因为这个交友站有送什么东西 那个交友站有洗什么车子之类的 但是这个后面是真的这个样子吗 还是有其他的意涵 那星巴克为什么大悲的 在日本啊 大悲跟中悲啊 差的不是只有二三十趴 是差的是五十趴以上 那价钱只增加了十趴左右 一个价钱只增加十趴 量给多五十趴 是好还是坏 对公司精英者而言 对消费者而言 到底哪个获利 这叫大悲星巴克 比较划算 这个书里面都很有趣哦 在大卖场里面啊 一进到跨境大卖场啊 绕一大圈到饮料部门啊 六瓶装的矿泉水 一买的话一瓶大概十二块 可是大卖场旁边的马路边呢 有一个自动贩卖机 要用二十块去打 同样的矿泉水 那为什么那个那个 按照我们的想象中 外面的自动贩卖机的矿泉水 没有人买 问题是还卖得很好呢 这是什么回事 那为什么这边是卖二十块 那边是卖十二块 这些大概 其实看到这些我大概都知道了 后面大概都有一些 跟我们管理会计密切相关的计算 跟它的概念 但它这里面有一个章节 是因为看到那个章节 我就立刻把它买下来了 因为那个章节也迷惑我很久 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手机 同学应该大概都有手机了 手机里面有好几个品牌 中 我不是讲手机 我讲那个系统门号 我们有用中华电信的 有用远传 有用台歌大 还有用微宝 亚太 大概这五大品牌 每一家公司都会推出很多方案 有的公司推出 往内复打 不要钱 有的推出来什么 群组免费 还是往外复打 多少钱 那什么时间内打 多少钱 什么时间外打多少钱 这个不同的方案 在座的同学 有哪一位同学可以清楚了解的 请举手 你说这五家公司 每一个方案 我都非常清楚 请举手 因为我一直不晓得 我该用什么方案 我到现在用一个什么 699吃到宝方案 可是我每一个月电话费 发现了 都在两三千块 699好像又划不来 这个一个公公公 一个公公 还兼学校行政工作 还有很多的联络 那这个时候 可是我有的时候 又只有打 这个699的基本价 所以如果同学有 请清楚的请举手 我马上请你来教我一下 好像很难清楚 不要说别的 我连我去问中华电信 我的学生有中华电信 里面的主管 我问他 他自己也都 说老师 我要回去再研究一下 我再给你推一个 什么最好的方案 弄了半天 谁都拿不准 可是这些方案 其实每一个方案 都是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里面 都有成本 有收益 有它的绩效评估 这些方案 没有一个是随便讲出来的 大背星巴克里面 有一个章节就在谈 这些电话公司 推那么复杂的方案 后面它的用意是如何 怎么去破解 分析它这些方案的 获利模式 很有趣 所以这个 推荐在第二个上面 第二本书 第三本 红色的这个 平衡积分卡 平衡积分卡 这本书啊 我个人也觉得很重要 它虽然是一个 比较学术性的书 但是呢 里面的文笔啊 也是深入浅出 容易懂到不可以 而且对我们一个气管系的学生来讲 也算是它的基本的尝试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同学能够看 其他就算了 这边还有一本 寿司干嘛 转来转去 看过的同学请举手 寿司 没有啊 早上同学还有 早上班还有两个看过 这是漫画书 哇 看漫画书能够学到管快 人生一大乐视也 当我突然被 被我一个学生跟我讲 他说 哎 老师我有一套系列的漫画书是讲会计的 啊 然后告诉我 他跟我讲完我真的是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 立刻去书店把它买下来三本 我个人非常喜欢看漫画 能够用漫画描述会计 那真的是造福人群 这个漫画书买来回开还真的是漫画 它不是很严肃的啊 什么 有一些漫画书啊 那个没有故事性 描述的其实比那个书本还要干燥 还要故造无味 那这个倒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故事一开始啊 描述一个妙龄少女 这个日本小女孩呢 这是学设计的 设计毕业之后呢 他父亲刚好开了一个成衣公司 他就在成衣公司里面的设计部门做一个设计师 就是喜欢画画漂亮的衣服等等 这是故事的开始 可是很一开始他的父亲就是生病过世 过世的时候因为只有一个女儿 所以立刻把这个设计师啊 提拔到做所谓的执行长了 那这个公司营业额有多少 也不多一百亿日元 你说你说多不多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那一个完全不懂的 只会设计的一个小女生 被拉到了一个执行长的地位 所以要让这个公司继续的经营下去 去延伸出来一系列的故事 这就是这本故事在画的 当然啦 第一个难关就是 他三本书是有三个大难关 第一个难关就是 公司里面既有的大王 包括这个什么营运长啊 行销长啊 这个这个这个搞电脑的啊 这个这个资讯长啊 还有会计的经理 财快的部门的 根本瞧不起这个小家伙 开会的时候是骂这个小家伙 你懂什么屁啊 对我们都在那边奋斗了二三十年了 你来管我们嘛 所以他也不敢讲话 可是发现公司一直在赔钱 一直在亏钱 那当然这个故事如果这样演下去 就最后只要画三页就好 因为倒闭结束了 这个时候有一位教授出现了 这个教授呢 也是他们家族的朋友 他就求救这个教授 这个教授的回馈很简单 不谈价钱 我要跟你收多少顾问费 你不要问我 只要你要有问题问我的话 由我指定一家高级餐厅 边吃饭边谈 所以寿司干嘛转来转去 就是因为有一次重要的问题 是在寿司店里面解决掉的 他有很高级的新餐厅啊 所以这个只是中间碰到 关键问题的时候 他就跟教授约好 然后去一个很高级的店 因为那个教授喜欢吃高级的料理 到那个料理店里面聊一聊 谈一谈就把问题 所有问题都豁然开朗就解决掉了 就是这样子 一关一关一关的过 每一关都是我们会计里面 管理会计里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同学啊 这个也不妨可以买来看看 他的第一本叫做财务会计 第二本标明啊 标明叫做管理会计 第三本标明呢 叫做现金流量表 可是呢 贯穿下来 其实都是管理会计的领域 都跟管理会计有关 只是重点 不太一样 跟着下来 人生哲学有关呢 人生哲学又看到这位道圣和夫了 道圣和夫啊 这个人啊 我觉得啊 我其实对他也很好奇 而且也很有兴趣 我也很喜欢啊 看这个日本所谓的 从战国时代的历史 一直到 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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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西化运动 就是墓 墓 大政奉还给天皇的那段时间 因为想要了解他为什么喜欢侵略我们中国 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残忍 那就想要去了解他的历史啊 在这个过程里面 读了非常多这一方面的小说 也蛮有趣的 那刚好 这个 道圣和夫 他的同乡 就是路而岛县的同乡 有一个是在墓末 墓府 墓年 这个 整个的明治革新的那个时代里面啊 他有一个同乡是很有名的人物 这个人物啊 这个叫做西乡浓胜 这个 跟那个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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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 反正西乡浓胜啊 是一个墓末时代的悲剧人物 他基本上啊 是鼓励啊 这个 这个 国家要进步啊 但是后来 这个 这个 战败自杀了 那这个西乡浓胜呢 当初啊 是一个 低级武士的家庭出身 那非常聪明 那非常聪明 又在那个 动荡的大时代里面 被路而岛的大明 大明就是日本那个封建时代里面的地方诸侯 叫 岛经氏啊 这个大明赏氏 把他提拔起来 变成了高级武士 这个 这个 诸侯的左右手 那他在落魄的时候 曾经被他的敌人啊 下放到 路而岛那个另外一个小荒的荒岛上面 这个小 这个岛上面都是渔民 他在被下放的时候 他开了一个诗书 这个诗书里面呢 专门教什么 教渔民的小孩读书 那这个后来又 又被提拔回去 所以又开始飞黄腾达 可是他在教书的那一份材料啊 被这个 道圣和夫啊 奉为归稿 他认为这个 教材非常好 所以他在 在企业成就的时候啊 他自己也录了一个道圣书 诗书的书 来用这个道圣书 来教育自己的公司的人 同时也开放给所有日本人啊 这个诗书里的教材啊 龙说编了一本书 这本书啊 应该是在 不想是在人生的王道里面 还是在 好像不是这个 还是在人生的王道里面 很有趣的是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吓一跳 以为我在看孔孟哲学 里面哪 都有一段话 然后去解释这段话 那段话 几乎都是孔子跟孟子的不同章节 所揭露出来的 原来西乡龙圣是一个儒家 他很追崇孔孟 他在教小孩子的时候 用这一些 道圣和夫把它接下来 继续发扬光大 而道圣和夫整个公司 他们的公司的宗旨啊 就等于他们公司 企业文化的最高指导 原则是四个字 叫做敬天爱人 敬天爱人都是从孟子的 这个书里面所截取出来的 那这个人呢很温和 他在2000年的时候 去接日本航空啊 大概2002年 03年的时候啊 这个日本跟中国的关系 接近破裂啊 大陆啊 中国大陆啊 仇视日本人啊 一直到今天 其实还是一样很奇怪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仇视的 这个两年前还发生了暴动啊 很多地方把日本的企业啊 工厂砸烂掉 那段时间 北京的国务院啊 请了日本的这个企业家 就是请他去国务院啊 做专题演讲 他是唯一被邀请的日本企业家 因为大陆认为他没有侵略中国那种的野心啊 就是因为他的人生哲学的思想 在这里面他也一直在呼吁日本啊 不能够这样子 应该要 两个国家要和平啊 OK 那这个人啊 他对年轻人其实很重视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工作法平凡便非凡 是写给年轻人看的 我个人也觉得鼓励同学如果有空 也是一个包包的小书 可以看一看这个 这个道成何故的这个 所谓的平凡便非凡 里面其实都很踏实 有一些简单的方程式 从这方程式里面 来告诉这些年轻人怎么样 我记得好像我大概忘记了 看了太久了 那大概这个态度啊 人生的这个态度可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态度正确啊 你有加成的效果 态度不正确 你再聪明能力再好啊 都是作恶多端的大坏人 对道成何故来讲 所以你要想从平凡便非凡 第一个可能是要去抓 你怎么样去训练你态度 包括你的生活 包括你的学习 包括你的待人处事等等 跟着下面有两本书很奇怪 一个叫网品不可思议 刚刚出来的六月份才出来的书 现在还摆在bestseller 就是最热卖的书里面 网品 他从网品台塑牛排起家 后来到现在总共 台湾有11个品牌 台湾跟中国大陆合在一起 加有13个品牌 那包括什么巨啊 陶板屋啊 义琦啊 夏木尼啊 昆布啊 品田牧场啊 曼咖啡啊 等等等等啊 请问在座的同学 还有人没有去过 刚刚讲的这一系列的 任何一家餐厅的请举手 有没有 都去过了啊 都去过了 所以我其实问这个问题啊 是故意的 因为连续很多年了 至少有四五年了 不同的地方 只要是我上课的 讲到这一些相关的 我一定会问 有些还甚至问我 你干嘛问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的嘛 好 因此我就得到一个简单的假论 简单的结论 好 这个结论也没有真正的学术求证过 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里面 除了那种 他生下来的小孩子 不懂事的那种 十岁左右以下的那种之外 大概至少一半人以上 都知道王品 这家公司 那去王品吃过的人 大概有多少 两千万人里面 至少也一半吧 一千万人 平均如果一千万人 每个人一年吃一次的话呢 一次消费是三百 四百块钱的话 就是四十亿 大家知道就是四十亿 他一年营收多少 去年为止一百亿 表示平均我们至少吃两次 而问题是 这一百亿还包含了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市场 还没有那么那么那么 我还是低估一半人 如果人是一千五百万人去吃的话呢 只要吃一点五次 他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啊 这王品是那么有名的 他怎么去管理这个企业 我觉得他的伟大 他的特别啊就在于啊 在我那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里面很古老了 反正就是怎么讲 如果去做餐厅的人啊 这个行业不被重视 在社会大动的观感 甚至可能认为啊是不好的 去做个师傅每天在厨房里面搞 虽然每一个人都要吃饭 而且不管是饭腹手足 还是达官贵人 碰到那种很会主办的 大家趋之若鹜 还是要去吃的 但是事实上 在我们那个时候 这个行业啊 真的是难登大雅之堂 可是今天啊 王品啊在连续两年啊 去年跟今年啊 都被评为大学毕业生 梦想中最想去的公司的排名第一 排名第一 甚至在他两年前上市的时候 就在王品的这个 这个股票上市的那一刹那 产生了王品传奇 一个做餐饮的 可以创造出几百个千万富翁 几十个亿万富翁 而且他们的福利啊 什么什么时候 居然都胜过了科技业 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 那这个不容易 都系于一个人的身上 哪一个人 叫做戴胜义啊 这个戴胜义呢 他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曾经家族是一个很有钱的 他的父亲做帽子的 做到全世界第一 叫做三圣之帽 是全世界第一 可是家族传给他的哥哥 长子 所以他是老三 他就自己去创业 失败了 失败以后呢 因为他们的家族 那时候太有名了 所以他说我失败了 要再爬起来 缺少资金 跟朋友硬的头皮 就筹支筹了几千万 我们谁有能力筹支几千万 那不要说几千万 我这几百万我搞不好 人家都不借我了 就是因为他的家族的力量 所以他还是有一些优惠啦 不过 如果这样随便给你 这样随便搞掉了 两三次大概没有人敢再借你了 所以他心事败过 失败过后又站起来 站起来又成功了 他这本书里面 不可 王平不可思议啊 我就讲一开始看到那一小段的故事 给大家就知道什么为什么把它摆在人生哲学里面 他在这个里面 他成功的时候呢 他说那个时候享受到企业成功 所以他的坐车是三百五十万的滨市轿车 那养这部轿车每个月至少十五万 因为一个司机 专属的司机跟油钱保养等等 身上穿的衬衫最少是七千块 这个这个理个头发三千五百块 鞋子两万块 他这个都是那种名牌 每天晚上吃鲍鱼 吃这个什么山珍海味 那是成功 但是他很照顾员工 所以他还会去抽空去看 他的所有的这些奔店 有一次看到一个奔店 一个洗碗的阿尚 个子非常小 一百四十几公分 很辛苦的洗 他还叫人家赶快给他一个椅子 让他踩在一个小板凳上面 比较容易洗 然后问这个阿尚 原来他是外面的 等于说来这边攻读的 他不是正式的 按照小时收费 那辛苦的洗一个月 也不过赚一万多台币 那这个阿尚还要养家活口 他说那这样收入那么少 我再贴你一点 就跟他的秘书讲 私人每个月贴他五千块 突然有一天秘书跟他说 不用贴了 为什么 这个阿尚出了车祸死掉了 为什么 原来这个阿尚工作完了 还要再去啊 就扫马路 顺便捡那些什么 垃圾等等之类的 还要再去赚钱被 酒驾的撞死了 那一刹那他说他感觉到 跟他一个精英理念有冲突 他的精英理念是说 我要把员工当做家人来看 他以前都这样认为 他在坐名车穿名衣穿皮 那时候他认为我已经很照顾到了 可是那一刹那他发现 好像不对 就算是来打工的 我也应该把他当做我的家人来看 为什么不给他多一点的钱 让他不要那么辛苦去 兼那些工作 他就可以活下来 可以照顾他的家庭 他立刻就觉悟了 就开始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卖的卖 送的送 干嘛的处理掉 他开始给自己要求 穿所谓的三件 一千块钱在什么 UNIQLO买的那种的衬衫啊 鞋子啊 那开会的时候 就穿个弹性的球鞋啊 就可以耐久耐跑的 然后背个背包 不带开车干嘛 反正有计程车什么都很方便 他刚开始转型过来的时候 他还是有很多的会 这些会都是各种不同的工商严会啊 还有俱乐部的会议啊等等 他也说 他说一年光交俱乐部的会议 就几十万没有了 会费的而已啊 那参加这个会的时候 他觉得很自卑 因为每个人都还是那么光鲜啊 他穿的好像非常的奇怪 那别人以为他只是标新利益 没有特别注意 就他有一次出来的时候啊 一堆老板在等司机开车过来 一步一步的要开的时候 他旁边的好朋友说 诶你的车子呢 他那一刹那就突然想通 我的车子就前面那一步哪一步啊 黄色的那一步 一个箭步冲进了计程车 挥挥手 留下一堆老板愣在那边 他那一刹呢 他说我突然发现我很有自信 因为我最起码对我的员工啊 对得起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跟员工一起打拼 他还是有自信 他再也不会自行禅会 每次开会他反而变得更轻松更有自信的 把企业做好比跟他们去拼那些吃那些还要来的重要 如果这样子做 我们光听他讲实际上他又没有做到 那当然太多人会这样子 而是他从那次到现在好像都没变过 你一个改变又能够持续就不简单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人生哲学 人生哲学 那这个书里面有描述到很多 但是不要认为就对员工真的非常好 非常好企业这样垮 你如果没有管理的话企业一样垮 所以在网品里面有非常多的地方 非常多的地方在描述 整个网品的管理就是带胜意的人生哲学而已了 没有别的就是这么简单 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个人生哲学灌成 灌输成网品的企业文化 我们可以这么说 网品的管理应该是非常上轨道 有制度而且可以称得上是模范企业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管理的这个KPI就是指标 来进行非常严谨的管理 光靠很严谨的这个制度来做管理 大概我们这么讲 这个企业可以管好一年到两年 再久我不敢讲 所以很多企业老板跟我讲 你要帮我建立制度啊 我再三跟他提醒 我帮你建立制度 我也只能给你保证这段时间可能有效 再过去就不知道 那要怎么办才可以撑久一点 你还要有很正确的策略 所以当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 只能撑一年到两年 配合好的策略的话 可以撑到五年到十年 再久就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企业文化的话 就可以撑到二十年到三十年 这是一般的这个经验法则 光有好的企业文化 没有好的制度照样化 所以这三个要合在一起的 要好的制度 好的策略 再配上好的文化 这三个都合在一起的 我实在看不到很多企业 我自己啊 这个二十几年来 其实我在我认识的老板 包括董事长总经理 上市柜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 或者副总经理以上的 不下数百位啊 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做EMBA班啊 专门是训练高阶主管的 而且是我的学生 跟我写硕数论文的 也不下十来位 上市柜公司的总经理跟董事长 我说实在的 也很难从他们身上看到 那三者都具备的能力 能够把制度很认真管好的 已经不错了 很能够虚心的去定定策略的 更不容易了 甚至身体力行 在之言之 一定要做到 要把文化都建构起来的 就更少 凤毛麟角 另外一个我猜测 可能可以来比的 就是台积电 那其他我就还没看到 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是一个网评的 那下面还有一个对照他的 很奇怪的 海底捞 听过这一家公司的 请举手 一二三四五 好 那个欧俊娘 你是去过大陆 嗯 有去过 你是从杂志上面看到的 OK 那有没有去过海底捞 吃过饭的 请举手 你是去哪边的 哦 交换生那当然 大陆来交换生不能算 不能算 那还有刚才没有举手的 两位 也都是去过海底捞 那有没有听过 听过啊 看举手的就两三位了 我再跟各位同学讲一下 听过海底捞的人啊 我保守估计啊 大概有七亿人 对吧 不会夸张吧 七亿人 大陆有十四亿人口 有七亿人 去吃过海底捞的 搞不好少说啊 好几千万 至少比台湾人口还多 应该是这样子 他是也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一个餐饮公司 我对这个公司非常有兴趣 可是呢 找不到太多数字的资料 但是呢 也足以让我可以了解了 这家公司啊 很特别 刚好一个台湾 一个大陆 都在搞餐饮的 都有一家很典型的 非常模范的 非常厉害的一种 两家做餐饮的公司出现了 不要小看啊 同学很多人没有去过大陆 一听到这个大陆的餐厅 哎呦 大概很脏乱吧 我可以告诉你 他的措手可以睡觉 OK 不要想 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 那价钱合理 以台湾的标准来讲 只是中价位 而且他给王平啊 更狠 他只做一种 换句话 台湾的角度来讲 就是做小火锅 OK shop shop 小火锅 他就做一种 可以做到那样子的火红 那样子的大 而且那样子的 他的人生哲学 也很简单 所有的员工都是我的家人 不约而同的 海峡两岸的 两家模范公司 老板都有这样子的 那个老板姓张明勇 叫张勇 早期是一个工人出身的 四川的宜兵 还什么地方 反正一个四川的一个乡下出身的 那这样慢慢做起来 那个 刚刚发展的策略 跟我们的网民不太一样 我强调的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 来学器官 今天是在管理会计 我们可以看看 这些都是成功的企业 它的后面啊 当然有我这个课程上面 不会去教的那种企业文化 我在我的课程里面 重点还是摆在那个 一两年可以撑的过去的 制度的概念 所有的制度里面 没有数字 来做管理的话 这个制度的运作 势必会至爱难行 也不能说完全不可以 也有人用 他的人格特质 来带这个企业 不看数字 全部看人格感召 有点像宗教家一样 我也相信有 但是道理是少数 大部分都还是要靠数据 所以在这个数据之下 我们可以教你 稳定一两年 之后可能有策略 策略大师可以学到策略 让你再撑个几年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人 人生哲学灌到这个企业里面 所谓的文化的话 这个十年已经很累 很不容易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 可以给各位同学参考一下 OK 这是我们的参考文件 希望同学能够尽量的了解一下 修课须知 有点内容比较多 但是我讲重点 首先考试 考试的时候 我一定把日期跟各位同学讲 而且这么早讲的意思 就是希望同学把它记下来 而且考试的时候 我会借教室 至少两间大间的教室 让大家可以交叉的分开来做 干嘛呢 尽量希望不要作弊了 这个 考试的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真的碰到了 比方说 生病病假 公假 学校有公差公假 或者甚至 我们很不喜欢的 但是也许也很难 人生碰到的商假 这三个假是没有办法的 那当然就只有请假了 我们后面会安排补考 比较麻烦的是试假 老师我有试 什么试 又不肯讲 就是有试 我说你讲一下也许我可以了解 哪些事情比考试上课还那么重要 啊 因为我 我姐姐要结婚 我要回去说 本来姐姐 礼拜六礼拜天结婚 现在礼拜一呢 回去准备 那就有点奇怪了 那如果说我姐姐礼拜一 刚好那天结婚 礼拜三啊 礼拜三考试 刚好礼拜三要结婚 那也那也那也也许人生长情啊 很难避免 但是那就要请试驾 那试驾跟其他那三个驾有什么差别 差别在考试完了补考的成绩计算 如果是工价 呃病价 商价这种不可抗拒的 他的考试的补考成绩就算是一般的成绩 你考七十分就七十分八十分就八十分 如果说是试驾 补考要乘上七折 就先讲好 我这边是先小人后君子啦 讲完了就没事了 所以七五折 试驾的补考 以实际的分数七五折计算 比方说你考了一百分我也只能让你七十五分 因为你可以避开这件事情的 你真的要把事情重要性当作比考试重要 那我也没办法 那另外呢 考试的时候尽量不要有那个所谓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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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规啊 包括作弊 那我在这边有一些特别的 比方说违规行为 顾及当事人的颜面不会当场被揭发 我要举很多例子啊 我这边举个很清楚的例子啊 考试的时候 当然作弊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啊 越来越被学生重视 我记得二十几年前 刚来中山的时候啊 那个考试啊 作弊抓不胜抓 各种花招都有 这个 为什么那时候反正 就 但是没有同学 没有同学会密告 要先讲到 没有给你密告 也大概就是五六年前 我会接到Email 然后因为考试在监考是助教监考 那可能有一次我忽略的提醒助教 那助教在前面忙着打他的论文 下面就啪啪啪啪啪一堆了 结果呢 学生就写个mail给我 还不是一个学生啊 所以这次考试不公平 有人呢 几乎是得换考圈在看 助教居然都没注意 那我侧面了解 发现果然如此 把助教叫来痛骂一顿 我说也许你的不舒服 会影响学生的未来 因为现在啊 考研究所很多都是用推荐真实 推荐考研究所是看成绩的 特别是越好的学校 你说考要去上 考台大研究所 一直到中山为止啊 啊 我很会什么 特异功能啊 我有什么什么一大堆的 对不起啦 你的成绩如果真的很差 你再会特异功能都不会用你 几个好一点的国立大学的研究所 这个私底下讲的 公开不会说 哎 我们还是看你的 什么一大堆的 但是说实在 所以很多学生 对成绩会越来越care 你的作弊成绩 把他西音库读的超越了 那他觉得他会受到损 权益受损而已 所以同学们千万不要认为 助教没看到你也可以 因为还有同学在旁边会观察 而现在同学呢 为了自身的权益呢 也私底下会告诉我 我当然会保障他的秘密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有一年 我跟助教讲 从一开始就是 不管怎么样子 看到同学作弊的时候 不要公开抓他 你当场抓他一定有证据 小纸条也抓到了 或者考卷交换被抓到了 那马上就可以了 可是你一抓到他 全班的同学都看到 我们就不能失了 什么叫失了 就是私底下警告一下 这是给你算零分就好 因为这个 用这一次来毁掉一个人 也有点残忍 所以我会跟助教讲 你看到了做记号 他的考卷拿回来以后 你私底下做个记号 不用改交给我 我来处理 OK 那有一年呢 有一对同学 有蓝绿两个同学 作弊 作弊以后呢 这个被助教看到 他们的作弊就是换考卷 换考卷就要不吭气 拿来以后 我就看到了 发现这个两个字迹很像 这当然也就没话讲 所以发完考卷之后 这个两个同学就 老师我们没有收到考卷 我说啊 忘记了 可能在研究室你们两个跟我来 日后听到这样讲 不表示那个学生有问题 我只是举例 举例 你们不要想太多 结果那个同学 这个他们两个同学 就下了课 就跟我到办公室 到研究室以后 我关起门来说 你们两个有换考卷作弊 所以这一次考试算零分 我那个时候的考试 还要考八次 所以算一次零分 还有七次的成绩 没有问题的啦 可是居然啊 那个男生就低头不讲啊 女生开始很凶 很凶很凶的说 我们没有作弊 我清白我绝对没有作弊 这样子 最好我就很难处理了 我以前的经验 都很阿萨里 鼻子摸一摸 通常是一个人啊 摸一摸 好啦 我下次掉 大家都爽 你不要跟我啰嗦 这个那一次 那女生坚持说 都没作弊 不肯承认 那我这样子就缓夹一下 我说那这样你们回去考虑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以后 一个礼拜的准准的 下个礼拜的这个时间 假设四点钟你没有出现 我就送教务处 一切按照规定来 一切按照规定来 该寄过就寄过 而且 管理会计就 就死当了 没有机会 结果呢 这个 到了一个礼拜以后 时间到了 大家都很煎熬 时间到了以后 外面有一些西医说的声音 一打开一看 这两个 我们一打开看 那个男生女生在 拉进来以后啊 这个 男生呢 这个 就很小声的说 我们承认 就接受老师的这样子安排 我们承认了 那讲了半天 我说我没听到那个女生讲 我只听到你讲 没有听到女生讲 那我问那女生 你说怎么样 那女生非常不愿意啊 非常艰困的 不愿意的说 我承认 但是很没素眼 很没素眼 而且还是枝牙裂嘴 但是我可能要先跟同学 描述一下背景 忘记跟各位同学讲 这个两个男女啊 我在那个礼拜里面 从旁边去了解 知道他们是班队 而且是班上 应该是被大家羡慕的班队 男生是打学校的篮球校队 一百八十几公分 帅帅高高的 女生也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女生不但漂亮 成绩都是前三名 从大一到大三 都是前三名 只有在我管快这边摔了一跤 所以我猜测 那个女生帮男生写 那男生功课就很差 因为打篮球嘛 一天到晚在那边 可能在球场上奔驰 所以她成绩不算好 那边有篮球校队吗 有吗 男生 不过我自己 我自己以前也是篮球校队 在四五十年前 我在高中 一直到这个大学的时候 我这个身高 那个年代还可以 就是因为我发现了 我的身高不可能打到国手 就毅然决然放弃了 那个 所以我很 其实对运动 我对篮球很了解的 那问题在于说 这个女生不同意啊 那坚持不可能 是因为 男生妥协了 那女生只有勉强来 她认为她是冤枉的 我帮你写 结果我还要被击过 所以可是我觉得 那态度不对 所以我在那个女生 要离开我的研究的时候 非常生气也很严肃的跟她讲 说你的态度啊 会让你一辈子都不能成功 我已经看扁你一辈子了 如果你哪一天真的成功呢 你就跑来敲我的门 骂我一分 吐我一个口水 都没关系 我等待着 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呢 有点失望 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同学 不要 不要作弊 要作弊的话 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处理 很简单的 剩下最后的 还有一些加分的方式啊 这个东西都抛在网大上 请同学自行的到网络上去看 这个方式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没有 是在最后那个加分的 因为我也觉得管理会计啊 不是唯一的一科 如果你有特异功能 比方说你有体育啊 有辩论啊 有个案比赛的特别好的 全国赛啊 区域赛等等 包括我们最近跟 这陈大跟那个中心跟那个中正啊 我们叫四校联谊也可以算在内 有优良的成绩的话 可以拿来作为加分的方式 不用在这边瞄 因为都在网路上 网大上都扑上去了 这个对有些同学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忘记啊 最后来看一下 这门课的最后一个 看过这个赛德克巴来没有 上的课不来就会怎么样 如果不上课是你们的最后决定 那我就让你们看见被当的成绩 一刀横过去啊 这个赛德克巴来 好不容易看到网路上传这个好高兴哦 立刻收集起来 给各位同学看 你们现在还听过吧 赛德克巴来 再过两年搞不好也变历史了 再问那些同学可能也不知道了 OK 有没有什么疑问 好我们下礼拜就正式开始在第一张第一张上 然后讲义教台都会泡到网路上去 那请同学先不要离开 因为管理学院要做一个中文测试 你如果缺席的还会后面 还会在逼你在做的 OK 好 来那个签主你要不要跟他们讲一讲